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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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之强被捕入狱 1988年 台湾当局对黑道分子特赦 出狱后他们赶上了经济快速发展期 纷纷介入各种商业行为 在工程围标上最为引人注目 除联邦和四海邦 每一个堂口基本都有幕后金主出前程立企业 一边经营和把生意 一手则涉毒黑道 生意 松联邦也开始多角经营 发展各行业与企业投资 并渐渐万移扩张势力版图 1995年4月 因涉及土地纠纷 松联邦与四海邦发生冲突 松联邦帮主秦志伟遭枪杀 帮内大老朱伟立接任帮主 一年后 四海邦原帮主陈永和 及原老侠哥 在自己餐厅被枪杀 虽怀疑为松联邦 指使美国华清邦分子所为 却无证据 至今此案被迫 鉴于江湖一片腥风血雨 1996年8月起 台湾当局开展置评专案 并对黑社会实行 帮派解散登记制度 1997年1月 为转移台湾当局的监控与攻击 朱伟立率领部分松联邦成员 致台北市警察局自首 并宣布解散松联邦 但实际上 不久王之强被推举为松联邦帮助 王之强带领松联邦积极转型 除了暴力讨战和酒店为事 也插足法拍屋与职棒迁赌 很快让松联邦发展 成为具有雄厚财力的帮派 2003年 王之强父亲病逝 告别仪式上 陈水扁静送上机后一挥挽额 一时间报个名号深圳江湖 不过自文歌 陈契礼 李赵雄死后 台湾江湖上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父了 早已不是从前讲情意的时代了 利益才是黑社会本质 或许厌倦了险恶的江湖生活 2011年王志强主动让出帮助 退隐江湖后很快销声匿迹 返回搜狱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